跟店里的胖子一起 两人谁不忙谁打轮流上 也用了四天时间 才好不容易把FF16给打通了 不说其他的 单就说流程长度还真就是很厚道的 而且剧情也很完整 没有当初FF15的那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毫无疑问 它是绝对的超级3A游戏 也是6月份继暗黑之后的第二次饕贴盛夜 整个6月喜欢玩游戏的哥们真的是有福了 最终幻想系列当中的许多人物和召唤兽 都会一代代传承下来 可是每一代作品又尽可能保持独立状态 本作的故事发生在一块名为瓦里斯泽亚的大路上 这里地貌复杂 国家众多 大家为了争夺母水晶 经常发生冲突 母水晶目前总共有5块 分散在大陆的各个地方 也就是画圈的位置 水晶是这颗星球上最最重要的东西 能够吸收乙态 转换成魔法能量 除了无价之宝母水晶之外 老百姓也会利用水晶的碎片 辅助生产和劳作 原本在大陆的最北边也有块水晶 可是很多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块水晶突然消失了 整片区域也在这段时间逐渐变为黑死地带 原本的北方小国和游牧民纷纷南下 袭击警铃的罗扎利亚公国 这种情况下 罗扎利亚公国跟互为同盟的神圣 桑布雷克皇国一起 击退了北方的袭击 可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原在海外的铁王国突然出兵 趁乱把母水晶给霸占了 从位置上看 这块水晶处于两个国家的中间 原本一直是罗扎利亚公国宣誓主权的 这会儿落入铁王国之手 公国自然愤恨不平 也在摩拳擦掌 随时准备好反攻 游戏里出现的国家其实远不止这几个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哥们像我一样 刚开局阶段根本搞不清楚谁是谁 看到不断出现的国家名字一头黑线 这都是谁跟谁在打仗啊 但其实没有关系 只需要先记住刚才说的几个国家就行了 主角克莱夫是罗扎利亚大公的长子 这个国家的皇室血脉中含有不死鸟的基因 有几率诞生出不死鸟的显化者 目前的大公和大公夫人都不具备显化的能力 他们的两个儿子当中大儿子克莱夫也就是主角 同样不具备显化能力 但小儿子约书亚则是个不死鸟的显化者 这一点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确认了 不死鸟不仅是该国的图腾 也具备超级强大的战斗力 全世界的显化者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 可以想象将来约书亚继承王位后 一定能有效正视到周围其他的国家 他当然也是被百般呵护 特别是老妈安娜贝拉 对于没有显化能力的大儿子克莱夫是万般不待见 连正眼都不看一眼 简直就像是有仇一样 他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小儿子身上 相比较而言 大公就很理性 对克莱夫基本上一视同仁 也安排了个师父教习剑法武艺 希望他至少能够成长为一名普通人类当中的强者 因为此时公国的形势并不怎么好 刚才也说了 原本属于公国的那块母水晶 被铁王国给抢走了 两个国家之间剑把弩张 眼见克莱夫学义有成 大公某天把他喊到身前 告诉他说 估计很快会爆发战争 赶紧做出准备 争取在战争中立功 好积累威望 克莱夫听闻后 内心又紧张又兴奋 以他目前尴尬的处境 确实需要点军功 才能让自己的未来更明朗 克莱夫还有个叫杰尔的小妹 她是北方诸国首领的女儿 在那些国家输掉战争后 杰尔被送到公国 给大公收养 至于是人质 是和亲 还是同养习 随便了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大公对他也挺好的 让他跟儿子克莱夫一同长大 两人死时 已经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 相互间萌生了点情愫 可又因为种种原因 克制着 并未明确表露出来 战争临近 大公安排儿子和手下重将士 到王都附近的不死鸟之门 请示天启 祈求先祖保佑一切顺利 可是就在祭祀的当晚 一些敌人伪装成商队模样 潜入进城内 来袭者是神圣桑布雷克皇国的军团 该国跟罗扎利亚公国是有门约的 长久以来都是共同进退 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居然反水了 整个地区陷入混乱 我们控制的人物 也一度变成了小儿子约书亚 他作为显化者 能够释放火系魔法进行战斗 不过年纪太小 每放一个火球就得休息一会儿 战斗力有限 大儿子此时也没闲着 跟自己的老师一同 对付了个非常厉害的龙骑士之后 从龙骑士的身上 搜出了本国士兵才有的世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包括这位龙骑士在内 应该已经有不少敌人 早就混进了我方军团的内部 这可大事不妙呀 父亲和弟弟岂不是凶险万分 正想着呢 他突然开始脑壳疼 诶 又是脑壳疼对不对 FF15的主角就经常脑壳疼 本作也一样 恍恍惚惚间 克莱夫看见了个兜茂男 此人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东西后 转身消失不见 另一遍 大公和小儿子果然遇到了危险 混在军队中的奸细 直接一刀把大公给宰了 这位大公曾在跟北方诸国的战斗中 立有赫赫战功 本身应该是武艺十分高强的 没想到死得如此的干脆 约书亚目睹父亲死亡后 体内的不死鸟之力开始不受控制 仅仅是半显化状态 就已经把周围一圈的士兵 全都稍微灰烬 很快不死鸟之力彻底苏醒 巨大的火鸟飞舞在天空 对我方和敌方士兵展开无差别攻击 男主焦急万分 他不知道怎样唤醒弟弟的意识 也不知道怎样保护城内残存的士兵 可就在此时 他又开始脑壳疼了 迷迷糊糊中 看见又一个巨大的召唤兽 冲天而起 来者是伊夫利特 究竟是何人幻化出的不得而知 两个巨大的火系召唤兽 在天空展开决斗 不死鸟一度占据优势 把伊夫利特打翻在地 可瞬间 伊夫利特又爆发出了超强的生命力 从地上一跃而起 咬住不死鸟的脖子 最后更是来了一发黑斧掏心 送弟弟上西天 克莱夫绝望的目睹一切 可是毫无办法 自己也失去了意识 画面一转 安娜贝拉来到一片狼藉的现场 原来内剑居然是他 这娘们此前已经跟桑布雷克皇国勾结上 通过里因外合的方式干掉老公 好让皇国吞并罗扎利亚公国 他自己准备去当皇国的老板娘 面对昏迷状态的大儿子 安娜贝拉挥挥手 撒 随后一想 对啊 儿子战斗力不俗 在之前还获得过不死鸟的祝福 拥有了禀赋能力 那就带回去当兵或者当奴隶吧 替皇国做点贡献 这段剧情看到我是眼前一黑 天底下有这么恶毒的老妈妈 真不太敢相信 何况一顿折腾 你是为掌中宝的小儿子也挂了 家族好不容易才出了个不死鸟显化者 就这么被玩没了 而且如此的丧心病狂 人家桑布雷克的皇帝敢娶你 是我的话肯定有多远就躲多远好吧 但安娜贝拉没有想那么多 老公寄了小儿子寄了大儿子抓去当奴隶 完美收工 时间来到13年之后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罗扎利亚公国已经不复存在 被旁边的神圣桑布雷克皇国给吞并掉了 此时的克莱夫成为了皇国里刺杀小队的一员 这个小队全部都由禀赋者组成 游戏世界里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普通人不具备任何特殊能力 第二种是禀赋者指的是天生能够使用魔法的那些人 他们不需要通过水晶的力量徒手便能释放各种魔法 这些人在任何国家都受到歧视 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男主所在的暗杀小队也是皇国最底层的部队 随时可能被放弃掉的那种 他们脸上都做了刺青 用来跟普通人进行区分 这个设定最初阶段让我无法理解 因为有能力的人只会混得比普通人好 怎么可能受到歧视呢 而且整块陆地上的国家 对禀赋者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也未免太奇怪了点 后来才知道 禀赋者其实相当于是得了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随着使用魔法次数的增加 他们的皮肤也会逐渐实化 包括手脚和身体 最终都会无法动弹 化为石头雕塑 也因为如此 他们才会地位低下 成为了某些富人的奴仆 或者是部队里的消耗品 一旦出现实化现象就会被抛弃 没人可怜这些禀赋者 而显化者在频繁使用能力后 也会出现实化问题 但由于能够化成为超级厉害的召唤兽 他们的社会地位跟禀赋者完全不同 就像弟弟约书亚一样 这些人或贵为一国的国王王子 或是军方的高级首脑 反正身份地位都相当不一般 除了吉尔 当初罗扎利亚公国被东边的皇国入侵 而西边的铁王国也没闲着 同样趁火打劫 一度派出部队进入到公国境内 抓走了大量的妇孺 其中也包括了吉尔 这些人的下场都极惨 吉尔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在被抓走后没多久 体内的力量觉醒 原来他竟然是兵之召唤兽 西瓦的显化者 铁王国利用那些被抓过来的俘虏作为要挟 强迫吉尔帮忙攻城掠地 此时他们就在跟下方的达尔梅奇亚共和国 打得不可开交 吉尔也一度化身为西瓦 跟对方的泰坦显化者大战 大家应该没忘 男主目前是效力于神圣桑布雷克皇国的 也就是说他不属于对战的任何一方 他属于脚屎棍 目的是刺杀西瓦的显化者 讲道理对战的两国势均力敌 狗咬狗挺好的嘛 皇国干嘛要干这种让天平倾斜的事情呢 不知道 反正他们就是这么做了 吉尔由于此前 刚刚跟巨人泰坦进行过大战 体力有些不支 只能以半显化的姿态战斗 最后没能敌得过刺杀小分队 被打趴下了 在把脑袋转过来的那一刻 克莱夫愣住了 这个女的无论发色还是脸型 都跟那个青梅竹马长大的吉尔 好像差不多嘛 对了 就是他了 这么一确定 当然不可能再下杀手 克莱夫立刻开始保护吉尔 跟铁王国的士兵 以及刺杀小队的前同事 展开战斗 奈何对方人数实在太多 纵然武艺高强 克莱夫也无法在保护吉尔的同时 干掉那么多的敌人 关键时刻 几道落雷从天而降 把包围过来的士兵 轰成了渣 烟雾中走出来的人叫希德 是不是很熟悉的名字 FF的大部分作品里都有个希德 堪称是龙套大王 本作里的希德 身份相当于反抗军领袖 他们不歧视禀赋者 还经常去拯救被奴役的禀赋者 大发慈悲 一番交谈后 克莱夫决定相信希德的话 跟随他去到这伙人的隐藏地点 话说世界 原本在几道水晶的保护下 还是生机傲然的模样 可是这些年不知道为何 出现了大量黑死地带 不仅是失去水晶的北方地区 在大陆的每一个边缘 甚至是中心部 都出现了不同面积的黑死现象 这些地区 宛如被大火彻底烧焦的木炭 到处漆黑一片 植物和动物均无法生存 而希德则在大陆中心部的 一块黑死地带当中 找到了个古代天空文明的遗迹 刚好可以用来充当避难所 或者说是基地也行吧 此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大本营 购买道具 打造装备什么的 各种商店应有尽有 克莱夫转了一圈 又跟希德聊了聊 决定暂时留下来 因为吉尔目前还处于昏迷状态 需要在此地进行治疗 他自己 则希望能够找到当初 那个伊弗利特的闲化者 也就是杀害了弟弟的那个家伙 报仇 刚好听说前些日子 从皇国的都城 逃出来一批禀赋者 他们当中 貌似混有一个火之显化者 克莱夫听闻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加入希德的队伍 拯救禀赋者的同时 也要找那名显化者报仇 游戏从这一刻起 才算是真正进入到玩的部分 之前大段大段的演出 都可以视为序章 为的是刻画主人公的形象 以及让大家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FF15一样 本作也是集市制的战斗 不用切换地图 也不用控制同伴 只需要操控男主 用动作游戏的方式 砍翻沿途的敌人 偶尔在操控身后的狼放点技能就行了 如果这样还嫌麻烦的话 可以将官方送的托加尔戒指戴上 托加尔是狼的名字 戴上这枚戒指后 狼就彻底交给电脑控制 不用管他了 敌人分成好几种 一般来说 头顶上只有一根红色雪槽的 都算是普通怪 而在雪槽的下方 还有根黄条的则是精英怪 黄条相当于驾驶槽 如果能够连续击中怪物 就可以让他们的驾驶槽下降 当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后 便会陷入到僵直状态 此时可以发动猛攻 让他狂掉血 好吧 说狂掉血有点夸张了 FF16的战斗都很耗时间 特别是当怪物的血量 显示在头顶右上方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遇到boss了 做好长时间战斗的准备吧 我们的攻击打到boss身上 等同于刮杀 有时候一些魔法攻击 打过去简直是惨不忍睹 要刮杀好半天 才能看到对方的血量下降了一点点 我记得当年PS上的FF7 FF8打到后期 也经常会出现超漫长的战役 召唤兽的动画还不能跳过 需要反复看他们的固定演出 磨练大家的耐心 从这方面来说 本作还真就是继承了日式RPG的精髓 光是一路上的boss战和精英战 就能消耗掉我们超多的时间 火之显化者 据说是在皇国境内的一个村子里 可是跑到村子 并未找到显化者的踪影 倒是遇见了另一伙人 他们隶属于沃鲁德王国 该国实力很强 而且跟神圣桑布雷克皇国关系恶劣 双方是战争不断 这伙人也是潜入过来抓人搞破坏的 为首的贝尼底塔是个分支显化者 能够变身为加洛罗的形态 从他跟希德的一系列交锋中可以得知 希德曾经是沃鲁德王国骑士团的团长 一度跟贝尼底塔有着暧昧的关系 但现在的贝尼底塔则是沃鲁德皇帝的女人 死心塌地地帮沃鲁德做事 话说两帮人都不是神圣桑布雷克帝国的人 可他们却在桑布雷克的领土上打得不可开交 也是挺滑稽的 希德在开战后不久就被打翻在地 我们能够依赖的依旧是只有自己的左膀右臂 以及身边的狼 这场战斗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贝尼底塔不止一个形态 当中还夹杂着QTE 需要随时留意好提示 稍微分神就可能会以很憋屈的方式game over 贝尼底塔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身为显化者居然会败在一个最低等的禀赋者手上 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 克莱夫像是受到什么指引一样 缓缓走上前伸出左手 只见绿色的光芒从贝尼底塔的身体内涌出 下一刻他的力量就被吸走了 怪怪不得了呀 此情此景实在是让我很难不想起虐杀原型 只不过虐杀原型里的男主会连对方一起吃掉 骨头都不剩 而克莱夫还算厚道 只是吸取了对方的能力并不吃人 被夺走力量的贝尼底塔 已经完全无法对抗男主和希德 他被赶过来的手下救了出去 可是正所谓祸不单行 这群残兵败将在逃亡的途中又遇到了强盗袭击 贝尼底塔所有的手下都被干掉 他自己也受到强盗的羞辱 心高气傲的贝姐发出阵阵怒吼 他的心智逐渐消失 人也开始变化 已经被男主吸走力量的他 居然还能变化成加罗罗 只不过这回再也无法对其进行掌控 成了无意识的形态 就跟当初的伊夫利特一样 开启了疯狂杀戮模式 男主此时看见了个人 兜茂南 他当然立刻想到13年前在不死鸟之门 自己脑壳疼之后也看见过兜茂南 此人绝对不怀好意 说不定就是幻化成伊夫利特的闲话者 这么一想立刻追了过去 可是出现在眼前的 只有强大的召唤兽加罗罗 战斗的难度说高不高 我用了不到10分钟就把他的血打空 但随后会进入剧情杀 加罗罗一把抓住男主 准备把他捏碎 这个动作可太熟悉了 任何游戏或者动漫里的敌人 做出类似的举动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好果子吃 我记得鬼屋者里也有这样一幕 主角被幻魔抓住 结果反而激发了潜能 变身成了鬼屋者 一刀把boss给剁了 本作的演出简直如出一辙 就在即将被捏死的那一刻 克莱夫体内的力量突然觉醒 幻化成了伊夫利特 两只召唤兽展开了惊天地 戏鬼神的决斗 画面一边颤动一边光波乱飞 简直精神污染 战斗的结果没有悬念 伊夫利特用强悍至极的实力 把加罗罗斯的粉碎 而男主还没有掌控身体内的显化者力量 最后是依靠希德的电疗 才恢复成了人形 从昏迷中转醒后 发现自己被希德暂时掉在牢里 以免醒过来又发疯 克莱夫此时已经知道了一切 原来长久以来苦苦追寻的杀弟弟凶手 竟然就是自己 这个事实让他的精神近乎崩溃 对着希德大吼 杀了我快点 我活下去没有日日了 希德在干了我也很想干的事情 狠狠给了他一拳 烦死了你 那刀子拿去 你要么自止宰了自止 要么把衣服穿起来 继续干活 小的吧 克莱夫当然也不是真的想死 稍微平复了下心情后 他也基本恢复了理性的状态 此时吉尔也醒过来了 这些年当中 两人的经历是如此相似 都是备受凌辱 饱经折磨 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还能团聚 大家都是百感交集 此时营地内又有人传来火值显化者的消息 说在旧罗扎利亚的领地内 亲眼看见了火值显化者 跟桑布雷克的军队发生冲突 这个事就很奇怪了 克莱夫有些懵圈 既然自己是火系召唤兽 伊夫利特的显化者 弟弟又早在13年前就寄了 那么如今的这位火值显化者 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世界上竟然会有第三名火值显化者 他的召唤兽又是什么呢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 他和吉尔决定出发 去旧罗扎利亚公国看看 两人都是在那长大的贵族 哪怕无法找出线索 就当故地重游也不错 罗扎利亚公国的面积也不小 火值显化者到底在哪儿肯定是不知道的 毕竟人家有脚 不会待在同一块地方等着主角上门 但两人的目的地很明确 就是先回到不死鸟之门看看 当初便是在不死鸟之门突然发生了变故 导致他们一夜间从天堂掉落到地狱 如今再次故地重游 大家的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一时半会儿竟然谁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都沉默了下来 在此地有个巨大的遗迹 罗扎利亚公国正是把这个遗迹当成了圣地 只有举办仪式的时候 皇族才会过来 两人前往遗迹深处 通过不断向下的平台 终于来到了天启厅 这是个面积不大的空间 墙壁上画着不知名的神奇 看起来像是个长着翅膀的伊夫利特 正在此时 主角又开始脑壳疼了 幻境中 他遇见了东茂南 遇见了弟弟 也遇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更是跟召唤兽伊夫利特来了场大战 嘿嘿 看了这些 大家估计已经能猜到 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了吧 没错 一长串老套的演出后 男主打开了心结 他不再逃避过去 也终于是掌握了变换成伊夫利特的方法 从这一刻起 他的血条下方多了几个能量槽 意味着可以通过消耗能量的方式 半显化成伊夫利特进行战斗了 实力绝对是更上一层楼呀 与此同时 那名苦苦追寻的火之显化者也露出了真面目 他的身份同样很好猜 不就是弟弟本人吗 只是因为一些原因 一直选择不跟哥哥见面而已 搞切搞巴了一大圈 原来弟弟根本没死 伊夫利特的显化者就是自己 这些年也不知道在忙活个什么劲 不过我们也可以想想 当初如果不是遭遇变故 让这几个家伙都顺利长大的话 那么罗扎利亚公国就有了三名显化者 按照游戏里召唤兽展现出来的那种 惊世骇俗的力量 罗扎利亚公国此后就算不能支霸大陆 肯定也没人敢轻易招惹 绝对会成为超牛逼的存在 可惜因为风扑量的行动导致国家崩塌 这一切永远无法实现了 当然主角等人也没有时间感慨 如今的世界相当不太平 各个国家之间频繁争斗 战事连连 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出现了大量黑死地带 让那些靠近边缘地区的国家 为了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 不得不进行战斗 希德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后 得出了个惊人的结论 他认为母水晶并非什么神圣之物 反而是因为母水晶不断地吸收乙态 导致土地逐渐枯萎 所以想要一劳永逸 解决土地黑化的问题 唯一的方案就是把这些水晶都给砸了 他的体意让男女主非常的震惊 但几经思考后 还是认可了希德的说法 开始着手进行破坏水晶的工作 第一个目标便是神圣桑布雷克皇国的那颗母水晶 游戏前半段的高潮戏也即将上演 碍于时长 本期就到这里 至于破坏水晶的过程中发生的那些事 遭遇的精彩战斗 今后继续跟大家分享